我們剛剛講說在選後 最後的一個階段 大家都講選舉是什麼 票多的人 這句話賴清德昨天他也說了 他說他現在聽到 民間有什麼監督民進黨的投票法 到底他怎麼講的 來聽聽看 但是國會他們希望支持國民黨 不然是說要支持民眾黨 他說要給國民黨過半 還是國民黨和民眾都合起來過半 要感動 丁正義要感動民眾黨 我要向大家報告 千萬不可 為選友 因為路線不一樣 而且他過去的經驗 國民黨國會政策都所 沒有啦 他不是理性在感動 他是跟你報告 賴清德跟我們講說什麼 他說現在發揮制衡的時機未到 事機未到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想說 他這樣的邏輯很常 玉魚常人 真的有人認為會 總統投給民進黨 然後國會立委投給國民黨 這跟以前我們了解的 選民的投票行為 好像不太一樣 玉魚常人還有什麼 還有過往 他也告訴我們 說如果通過福茂的話 很恐怖 對方會來多少 五千萬人喔 那個時候我們也說 怎麼會是這個數字 好奇怪喔 現在他這一些講話 很常異於常人 大家開始在問 是不是要把基本盤給顧好 所以呢 講話有的時候會誇張一些 好 現在基本盤在哪裡 他的本命區 大家都知道 台南嘛 台南呢 現在說到處10天 他要回房3次 好 包括了 5號去一次 就今天去一次 8號去一次 12號要再去一次 選前之夜呢 他最後一天 還是先到台南 再殺回來北部 大家說為什麼 要在台南這樣子的 直接下去這麼多次 去催票 好 因為大家說 現在的選情跟過往比起來 比較冷清一些些 加上今年撒卡都啦 他們很擔心 選的會不夠漂亮 畢竟過往上一次 蔡英文在台南這邊 拿到67% 也是全國最高 這一次要怎麼樣選呢 很常啦 大家講 民進黨的票就是 南票北部 好 現在台南 大家說重中之重了 可是也有網友在網路上說 台南先前呢 有登革熱 現在有一種叫 民主熱 那是什麼東西 好 他們在網路上講說呢 他有一個台南的朋友 北漂到台北來工作 跨年的時候 打電話回家跟爸爸講說 我選機的選手會回去投票 爸爸說沒有啦 現在登革熱很恐怖 你這次先不要回來 大家開始在問 不對啊 現在冬天啊 登革熱不是疫情應該和緩了嗎 大家就在講啦 說會不會是因為 上一次 柯文哲在台南的那個場面 讓很多老人家 有點擔心 所以跟他講說 你如果回來 可能跟我台南不一樣 你整天不要回來 所以大家就在講 這個叫做民主熱 網路上面的這樣一個討論 讓大家開始在講了 過往台南的選情是怎麼樣 過往兩次市長選情 帶您來看 2018那一次確實撒卡都好 最強里長的那個時候選 還有一成二喔 在去年的時候呢 這個是藍綠大對決 結果你看看 謝龍介輸對手真的是沒多少 所以大家就看到 柯文哲在台南 現在這幾場的下來 是不是真的有勢力 謝龍介講台南人呢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 成果出局了 現在開始覺醒了 可能不會再寵民進黨了 吳子佳則說 台南這一次可能是破口 藍綠也許有機會翻盤 好 柯文哲在台南這邊 過往除了大家看到他那個 很驚人 有一點就他覺得說 這裡還這樣子的一個 街景造勢之外 他其實又去了台南這一次 他說拍片 講台南沒有社會住宅 甚至呢還跟這個整個對話 年輕人對話的影片強調 做得不好要解明之苦 可是呢直接打到的是市長 黃偉哲了 黃偉哲直接講說 台南沒社會住宅 這一句話是柯文哲說的 所以呢他說與事實不符 就應該要下架 可是呢民眾黨的講法就是 我們有去查核既有加已完工的社會住宅 確實就是零 到底在這一局當中 黃偉哲當然也會擔心啊對不對 柯文哲上次的這一個空照圖 現在大家就要問 如果真的他在台南選得好 甚至呢比一成來的多 逼近三成真的是三強鼎立的時候 到底誰會得利 這一件事情就對於選戰來說 會牽動到可能啦 會牽動到最後的結局了 回過頭要請教亮哥怎麼樣來看 賴清德現在講 有一種叫監督民進黨投票法 大家聽完之後您相信嗎 這個分裂投票當然是有可能的啦 尤其是因為民眾黨有一些票 是來自民進黨嘛 那他可能回去立委要投給民眾黨啊 然後總統投給賴清德 這當然是有可能啦 不過我坦白說啦 這次選舉讓我最意外的是 民進黨希望投票率不要太高 這個事實上違反民進黨的傳統 當然那個蔡英文兩次都提供的兒子 蔡英文兩次民進黨國會都過半 這個是非常罕見的 就從蔡英文才開始的 水扁都沒辦法 蔡英文第一次碰到換柱啊 國民黨分裂啊 第二次碰到反送中啊 投票率越高對小音越有利 結果這次賴清德 真的是在路上要射到山谷去 就是他怕年輕人太多回來投票 民進黨是在怕什麼 他就覺得20到40歲 如果是緩鄉投票的 搞不好是投給柯批亞 如果回來之後發現我這個區域沒有民進黨的立委 搞不好就投給國民黨 不是夭壽啊 不是夭壽啊 所以乾脆你不要回來投票好了 就是說這次投票率越高 事實上已經有人在算這個東西了 就是說上次投票率是75% 這次如果超過75的可能都不是民進黨的 所以他們在歡樂 那這次我是覺得南部是這樣 就是比如說像陳其邁的高雄市 翁張良的嘉義縣 民進黨就比較有把握 可是像周春敏的屏東 黃偉哲的台南 他們真的就怕怕了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你看那個縣市長投票 你就知道了 你看蘇清泉才輸一點點 那謝龍介也才輸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實上 在去年的地方選舉 就已經展現出這個現象了 就是南部 其實人家是有意見的 對你的執政的結果是有意見的 所以地方的首長表現得好不好 選民心裡有打分數 譬如說陳其邁 就相對贏得比較多 翁張良也贏得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民心裡 還是有個公道 所以為什麼吳子嘉會講這話 說台南你不要計時你還可以贏20% 林俊憲都在那裡糟糕了 說賴清泉要拿60% 那怎麼可能 還有柯文哲 你要贏60% 怎麼可能 所以我說賴清泉能夠拿到50% 就沒辦法了 搞不好沒有 因為還有柯文哲 所以這一次我講白了 尤其謝龍介就在講說 到時候他是努力 努力讓侯友宜跟賴清泉在台南的差距 不要超過10% 搞不好成真 搞不好成真 我跟你說 所以賴清泉就要辦法皮皮戳 就是很多現象 不然你不會聽到這種聲音 因為歷來的選舉真的到最後 民進黨都是希望投票率越高越好 因為年輕人以前都是站在他那邊 可是這次顯然就不是這樣 是 其實蔡賴兩個人 就已經很多次了 每次在競選場都說什麼 都說希望能夠在台南這邊 得票比上次還要高 比上次還要亮眼 但現在大家開始覺得說 他會不會是一個變因 因為柯文哲在這邊 他可能也發現確實有票 所以特地去跟台南的年輕人對話 還直打就是說 你就是沒有社會住宅 大家開始在問 他這一回在台南開出來的票 如果越多的話 到底三卡都的情況之下 得力的會是誰 來請教郭泰哥你怎麼看 其實蔡英文兩次 他兩次 他都是 這就是他的命你知道嗎 其實這次的選舉 其實我很早就一直在講 說委員的部分 我比較看清楚 國民黨應該會大贏 因為現在上一屆是因為反送中 大家都在怕大陸來 因為看到這樣的情況 像今年從7年選舉開始不是 大家是怕戰爭 那誰會引起戰爭呢 當然就是民進黨 所以這個選票到底會怎麼變化 我說實話 因為撒卡都我比較不了解 所以如果說一對一的選舉 民進黨要贏 是 我認為包括委員他都很難 就是一點 再來講就是說賴清德 他一直回去台南 你要知道 在當你沒有人緣在那邊 大家討厭你的時候 你是越回去越死了 你不是說你現在回去 那時候已經你看 台南你看之後 我們講就在我們早期的民進黨 魏耀全在煩 魏耀全可能沒有什麼票 沒有錯 但魏耀全後面在煩的是 在幫他的是蘇漢智 蘇漢智當過縣長 當然有他的人脈 我不相信說蘇漢智在小英 選舉的時候蘇漢智起來煩 沒有 就是說現在 你賴清德做的問題 就像我講的 像誰講案 八八槍擊案 你這樣台南人真的丟臉 你知道嗎 說他再回去他會怎麼樣 我真的不太認為 他在台南會顯得好 他不要輸我就認為很好了 在我個人的看法 在我了解 像台南我們也跑對不對 像我現在知道 像我有一個親戚也是台南人 他本來當然就支持民進黨的 但他是屬於中間講 他現在就反對民進黨了 他是台南本身的人 他就反對得很厲害 他就認為說賴清德沒有貧 怎樣 講得他們現在會選舉的是頭頭是道 所以以前 大家在罵國民黨不會選舉 其實以前民進黨每一個選 我們以前交民進黨的選民 大概都可以 每一個支持民進黨的選民 都可以罵國民黨 都會什麼什麼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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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支持國民黨的選民 會罵民進黨是跟我們以前一樣的 他頭頭是道 這是完全不同的 你知道嗎 你看現在的民進黨的年輕的選舉的 有幾個會演講的 不會 現在國民黨的不一樣 演講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這個險情在改變 當然柯文哲拿的票是誰的 真的我現在看不太出來 但是以整個大盤來講 國民黨的基本盤是大於綠 如果不行 以前人家可能都不投 但現在很多本來不投給 討厭國民黨的人 現在都投給柯文哲 所以國民進黨一定會贏嗎 我真的不認為 是 請教惠文哥怎麼看 觀眾朋友 今年2024年 我們全世界有50個國家要選舉 我們講3月 今年3月烏克蘭 理論上烏克蘭是要總統要改選 可是我問你現在烏克蘭怎麼選舉 他有四個州 現在俄羅斯在佔領 然後還在打仗 然後烏克蘭的政府跟美國講說 我沒有錢 我要辦選舉 我沒有錢 他連辦選舉的錢都沒有 烏克蘭的總統是5年選一次 如果5年前選的不是哲倫斯基 今天烏克蘭會這樣子 當然昨天侯友宜他有接受了 忠實聯合自由 三大報的專訪 侯友宜在聯合報的 他是下標題說 台灣正在命運的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 當然這個彥宜我的意思 我沒有幫任何人拉票 我就用侯友宜的這句話 其實你許說十字路口 譬如說不如你講是三叉路口好了 我們有三個總統候選人 那一號 二號 三號 誰當選 我們的命運會不一樣 那這三個候選人都不是完美 沒有人是100分的 也沒有一個黨是完美的 都有優點跟缺點 但是我是要告訴大家 你投給一號 一號當選 二號當選 三號當選 我們的路會不一樣 那剛剛郭泰兄他指教我的 我也同意 我用韓國瑜的話來回答他 韓國瑜在輔選都說 懷念37年前的民進黨 因為韓國瑜比較老 37年前 關鍵字是這個 37年前 37年前你出生了沒 這個還在包尿布 你看他為什麼去懷念 37年前的民進黨 觀眾朋友今天在我旁邊 我很榮幸能夠跟許國泰 還有郭正亮他們一起通台 他們兩個都是老民進黨 那他們為什麼跟民進黨 漸行漸遠呢 是因為他們沒有分到錢嗎 沒有分到官可以做嗎 所以他們就不要民進黨了嗎 關鍵是什麼 是為什麼韓國瑜 懷念的是陳定南 盧修一 朱高正 黃信介那些人 因為那些人以前跟韓國瑜 在立法院是同事 韓國瑜那時候在當立委 在那邊打打鬧鬧的時候 那個民進黨的 是我們少量的 我們敬佩的民進黨 現在的民進黨是這樣子嗎 那為什麼這兩個要離開民進黨 為什麼跟民進黨保持距離 你剛剛講的蘇煥志跟魏耀錢 那兩個也都是老民進黨的 為什麼呢 林鎮傑呢 林這些人的 你為什麼民進黨的神敗 離開的離開 不願意不屑為之同舞的 為什麼會這樣 是民進黨變的 其實現在的民進黨就不是 韓國瑜說 這個37年前的民進黨 這就不是我們以前了解在街頭 穿拖鞋 穿草鞋 那時候的民進黨 對國泰宣說 以前我們民進黨的 管理長做得很好 我也沒話說 以前陳定南在宜蘭縣 為什麼那個招牌在那裡 然後現在有一個 不要臉的總統候選人說 我是陳定南2.0 就被陳定南的兒子打臉 所以我爸爸不是變色龍 我罵的是柯文哲 你是陳定南的進化版 你不要臉 現在民進黨有誰 國泰宣 亮哥你只叫我 民進黨現主席 一個人有法度跟陳定南 相提並論一個人 你民進黨這麼多人 一個就好 可以跟當年的陳定南的 整個image 那個社會的形象 能夠並駕齊驅的 有沒有 沒有 你自己都說沒有 我就抱歉了 就沒有 那個時候的民進黨已經不在了 已經不見了 不是說我們以前看民進黨 那民進黨以前就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民進黨從阿扁執政 開始黑白白之後 到現在蔡英文 越不越不一樣 是民進黨變了 不是我們變了 對 倫文神敗 你們是老民進黨 我抱歉了 同意了 會有講得好 我們等等廣告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 選舉最後階段 現在在地方上投 很多里長 很多人聽到這件事情 文之色變 他們說現在發生什麼事 等等帶你來了解